後面的地方我們會剪短 但是不見頭皮 這樣對黑羽的臉心也比較有幫助 因為如果推太光的話 就會變紅豆麵包超多 我現在已經很胖了 還可以啦 好啦很胖啦 如果我18歲生你的話生得出來 生得出來 對啊 我42啊 你又吃啊 幹可以耶 對啊 你可以當我媽 就以前秋 我媽還蠻漂亮的 這樣我會怪怪的 完全接不下去 哈囉大家好我是Cans 這一次我們請到了黑羽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黑羽 講一下你的頻道名稱 就是黑羽然後專門做生活類型的 然後我最近有在經營遊戲 叫黑羽陪玩 黑羽陪玩 對那是我的遊戲頻道 就叫黑羽陪玩 你這樣讓我會想到有一點點 大家可以歡迎去看一下 專門拍一些minecraft類型的影片 其實我最想要去參加你的那個 誰來吃飯的那個 喔你說這參我請哪一部 唉唷 唉唷 好像可以耶 Cans比我想要中載 我剛剛跟他聊天的時候發現 我靠他超載啊 他怎麼都看 他什麼咒術迴戰 什麼 正常來說四十幾歲的人 不會看的他都會看 對有這種事 三四十以上就不太會看動畫了 我知道就是他們就老了 年紀大了 沒有夢想 人沒夢想 活著還有意義嗎 那跟閒慾有什麼差別 沒錯 為什麼突然瞬間變成周星族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回到重點 來 這一次我要幫黑羽做的髮型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聊了很多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都是日宅 日宅 對 所以這一次我要幫黑羽燙髮跟藍髮 但是這次燙髮跟我們現在看到的韓系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實在路上太韓 這次燙髮是日本現在年輕人最HOP 最夯的燙髮 所以我會長的頭髮好像三圓 會比較像 對 因為你們長相不一樣 我不確定我是不適合 但是Cat想說應該會蠻適合的 對 我所要用的燙髮叫做扭轉燙 扭轉的方式 再用捲子平捲捲進去 這樣燙出來的頭髮會非常有立體感 不抓的時候效果也很棒 這樣會持續多久 持續差不多三個月左右 我需要特別保護它嗎 還好不太需要 好適合我 對 我知道你很懶 所以這次整個燙完之後 我還會教你抓頭髮的方式 而且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好可以 那我就開始囉 我們 GO GO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剪了 在開始剪之前 我們會講幾個日系髮型的重點 因為其實日本人的髮型 旁邊跟後面都不會剪太短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會對到很白 他們會剪貼但是不白 那如果是在那種平成啊 可能昭和時期的話 那樣的髮型他們旁邊跟後面會比較長 那我可以不用沒關係 對 我也沒有 那是我們CAMSOR的老闆才會這樣做 真的 哇 你好有 真的 因為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是日本公司啊 對 他真的有 他就會有並腳髮尾對不對 並腳髮尾超長的 沒錯 所以啊 新一代的日系髮型 像小孩 對 反正他不會砍啊 他不會砍啊 他會 真的假的 怎樣打我啊 沒有啦 老闆對不起 要幫黑羽所做的裁剪是比較新時代的 比較令和時期的 所以旁邊跟後面的地方 我們會剪短 但是不見頭皮 這樣對黑羽的臉心也比較有幫助 因為如果推太光的話 就會變紅豆麵包超多 我現在已經很胖了 還可以啦 好啦很胖啦 他剛剛原本還想說 不行我要這樣委婉 算了算了 真的很胖 不用委婉了 好那我們先做裁剪啦 有什麼時候會扒頭 來啦我們剪裁完啦 那剪裁完我先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360度 來 好這重量可以 幹怎麼有點懲罰的 然後 大家可以仔細看 像黑羽兩側 跟後面的地方 沒有推得很短 好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上捲啦 上捲我會選擇怎麼樣的捲槓呢 來 我會選擇1 2 3 這麼多 對 會選擇這樣4種 黑羽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大小的部分 最好完全不一樣 對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用堆疊的 有些地方要捲一點 有些地方要不捲一點 有些地方要不捲一點 對 尤其像瀏海的部分就不能太捲 對 因為瀏海的地方如果太捲的話 就會變Snooby裡面那個拿的 手發的那個 我知道我到底在說哪一個 對 那大小捲的差異就是 它最後轉出來的弧度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頭髮 比如說我們這整個直徑 是10公分 那如果我使用最大的捲的話 我繞進去它出來就會呈現一個C型 我把捲子縮小的話就會呈現S型 越小 S型就越多 了解了解 越捲 對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在堆疊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評估說 我頭頂的地方 這邊可以捲一點 越接近瀏海的地方 是越不能捲 越不能捲 對 越接近瀏海的地方 越捲的話它整理程度 就會變得越來越難 所以啊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燙法啦 這次我就使用扭轉老燙 那我們開始囉 我們 GO 來介紹我們的新成員 我的學生 喔 身高180 小姐姐的最愛 小哥哥安靡 那你當初現在有覺得看起來超兇嗎 你說當初嗎 當初十年前 十年前蠻兇的 十年前蠻兇的 我一把幹 那時候眉毛超細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勾這樣這樣 那時候還把我剃上眉毛超細到一個勾這樣 幹那麼久我都忘記了 來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所謂的扭轉燙就是把髮片拉起來的時候 我們以前正常的標準冷燙會這麼做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直接做一個平捲進去 這就是我們的平捲標準冷燙 但是扭轉燙不一樣 前面的動作是一樣 那接下來就是旋轉 旋轉好了以後 我頭髮感覺要掉了 這真的假的 沒有啦 做一個扭轉的動作 這個是會固定比較久嗎 不會說固定比較久 而是說它的空氣感會更強 然後不會像我們一般冷燙燙的那麼的死 就這樣一個弧度 而是它是比較蓬鬆 對比較不規則 對對更自然的感覺 這種燙法其實蠻麻煩的 有點後悔沒有看到 因為要很多次 對啊 好我們準備上藥水了 好啦我們現在上藥水了 上完藥水等待15分鐘之後上二劑 上完二劑之後沖完水 我們這個髮型 就完成了 還沒完成我們還要來 那我們就待會見 來小胖你進來 兄弟 好那我們燙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藍法 那藍法的部分我們這次選用 偏紫偏紅的顏色 我用兩個顏色去做一個融合 那大家這個捲度 我大概在最後結束的時候跟大家分析 那接下來我們就調藥膏啦 那我們待會見 好 我們完成啦接下來我們就開箱 糟糕糟糕 不知道沒看到我還沒看到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噔噔噔噔 還好吧 還好吧 是不是很有提醒 很感 這可以耶 很OK 對它這個顏色帶紅有點帶齒 但是它並不會做到非常的飽和 我還是帶一點棕色 所以這樣的髮型其實任何服裝都可以配 你去台北地下街也可以 然後你去酒店也可以 不是去唱歌也可以 對不對 去唱歌 好那我們來開始整理頭髮啦 整理頭髮非常簡單 你要教我簡單的整理髮型 對 我通常我會準備兩種髮蠟 這樣看到兩種感覺就不簡單 對不對 那我們先只用一種 好 那我會選擇大家自己看一下 好OK 我們這是濕的抹 現在頭髮現在是有點濕出 要濕的抹 對 像它這一款髮瓶啊 它清水性很強 也就是它一碰到水 它就溶解 濕的抹上去就很容易均勻 嗯 那吹乾基本上 髮蠟都這樣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沒有 所以它賣得超好的 然後抹一個固定的料 大家要稍微看一下 差不多這樣 然後把它戳散 然後整個頭戴一戴 整個頭戴 哇這個髮型超日系的 不是姊姊姊輝 算了我要被打了 對不起 這個頭真的很像那個三年A班 烏醋過載 這有點過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吹乾 因為這樣燙的方式 它就很自然 對 所以整個吹乾的時候 它就會有立體感 然後又帶一點優懶的感覺 有捏的吹 很簡單 邊吹邊抓 對 邊吹邊抓 那怎麼抓 就往上抓 所以這樣捏著捏著抓就好 來 我先轉360度 給大家看一下 40幾歲了 轉24歲了 對啊 好像有點吃力 還好 現在還好 我剛剛已經有試轉過了 我知道那個角度怎麼喬 好 我們看完了以後 我們來稍微分析這個髮型 黑羽上面的髮型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就是所謂的扭轉落塔 所以這個整個頭髮燙出來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日系 然後有弧度 因為有很多人常在一些影片 或者說網路上的照片上面看到說 奇怪為什麼他們可以燙出這種很慵懶 但是又不是覺得 慵懶嗎 對 為什麼這是稱為慵懶 就是慵懶 對 隨性 隨性 你會覺得它很隨性 然後它有不規則的感覺 但是不規則中又帶有方向感 那上面去做這種扭轉的落塔之後 就可以創造出這種 喔有耶 對是不是 有點亂中有趣的感覺 我的頭髮是這樣 然後在髮尾的地方 我們也不會做得特別的捲 因為如果髮尾地方做得太捲的話 又感覺太老氣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側 真的我以前頭髮超老氣的 對因為太捲了 那側面的地方 因為日系的髮型其實基本上 旁邊都不會推得非常的刮 對 尤其這幾年 很多往上推的是什麼髮型 那個算 就死寒宅 死寒宅 沒有啦開玩笑 就寒風嘛 然後後面的地方啊 有點吃力喔 感覺有點糟 後面的地方一樣 也不是推得非常的白 是有個自然的推剪方式去剪上去的 那在整體上來講的話 就會不會感覺落差很大 好 那這次我們髮型就大功告成 謝謝 出乎我預料之外 要幹嘛 你一開始覺得嗎 沒有我一開始覺得可能 可能就是 因為剪頭髮都會醜七天 剪完剛剪完 我剪頭髮不會醜 對真的不會醜七天 好屌喔 可是因為我頭髮很容易長 所以通常我會剪很 剪 都會剪短一點 不行啦 但是後來發現我當youtuber 好像沒辦法這樣做 因為在螢幕上會變超醜 對對對會變超醜 對臉會變超大 大家記得訂閱Herry的頻道 那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在下方留言 還壓起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 謝謝